二大呢 總是他要有一個相當的理由 而且要一次彼此 不然對這個社會能交代 不然東彎國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很失望 尤其我們從小追求的黨外 這種感覺 很失望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當初為什麼會有黨外 為什麼會有民進黨 為什麼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他們自己做的事情 他們對得起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只是憑著我自己的良心在做事情 那當然 未來 未來就順天命來走 其實你要觀中天 也不要讓那個中天新聞人 他們的尊臨 這個I can tell you 你不要說阿爸他們出去 你去飯堂做新聞 做到那種故事 他們將來 你如果 即使要繼續留在公司 來做其他發展 還是他要出去 好像他是一個失敗者 馬國畢亞 對 這個比較準 賣光 又像2012年的一次那樣 我們來這兩個出去要抬不起頭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讓他們抬不起頭 我想國家 各個系統 如果對於 不同的言論 或者是不同的意見 極性打壓之能事的話 不但是國家的悲哀 人民也會非常的寒心 那麼也因此 我想一個民主的國家 一定要致力保障言論 保障言論自由不同的意見 那也因此 對於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表示非常的遺憾 法官可能不敢忍民進黨 就是說這個 這個麻煩的事情 可能最好自己不要碰 就是不想碰這個事情 那我在想就是說 在這種綠色恐怖的氛圍之下 這種民粹的社會 這個法官也是人 他恐怕也是會害怕 如果他的這個 判決是符合這個 所謂公平正義的期待的話 可能會受到報復 或受到這個修理 因為民進黨其實 他就要塑造一種寒蟬效應 統一思想統一理論 跟他們所批評的共產黨 一模一樣的做法 所以不能夠允許 各種的這種意見 或是批評他們的人 那我相信他們這種 殺雞儆猴的做法 的確也讓很多人 包括這個 不管是媒體界的人也好 不管是這個 甚至司法界的人 都是這個感到這個恐懼 我想這個可能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讓我們覺得 百事不得其解的 判決出來的結果 就算了 成立的 蔽是 探索了 我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